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陆辽宁省盘警市上周爆发一起警民流血冲突 当着近百人开着挖掘机欲强行铲平田里的水道 一位农民上前阻挡进遭到警察开枪击毙 事件引发网友激愤 制作警察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农民要求彻查 曾因文化争议被赶出北京故宫的美国知名咖啡连锁店星巴克 21日进驻浙江省杭州市林营寺警区 再度忍出争议 有网友还讽刺可以续杯吗 金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